所以我家狗带孩子 我总是会忍不住去看看他们 不知道为啥 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 看完来还会忍不住摸一把 觉得还不过瘾 就可以来个抱抱举高高 这个得赶紧体验 等它再大一点 我单手可能都撑不起来他们 这个狗妈妈好像奶水一点不带够 我觉得还是要专门弄点奶粉 给那个小狗补一补 先从老四开始 它还躲开了 它一直用舌头往外顶呢 看来不行 最后决定还是拿这个注射器来喂 这个是之前给猫喂的 吃了 直到往里面吞就行 好嘞 吃完了 下一个 老三 来一点 嗯 还可以 用注射器他们应该都不抗拒 老二 你也来一点 尝到的味道立马就会吃 老大 你来了 长得跟老二很像 他们都是第一次喝 还有点拒绝 你看 吃一口就不拒绝了 给你一个不拒绝的理由 真香 刚刚老大有多拒绝 现在吃的就有多欢 你看它现在甚至都直接用奶瓶喝了 它们的触感真的很好 一不小心手里就长了个狗头 它们的毛现在特别软 而且不掉毛 又不像猫那样是液体做的 摸在手里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长毛的小肉球 爪子也不会乱挠 我甚至还可以拿它来健身 可以当雅铃用 这个小奶狗还有一点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们有一股狗仔专属的奶香味 小时候玩过狗仔的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味道吧 好香 真香 来给你们也闻一下 香不香 我现在一闻到这个味道 心里就一丝丝的开心 就觉得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 真的不夸张 这个味道会让我想起小时候抱着小奶狗的画面 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玩具 所以它就变成了我们为数不多的玩具和朋友 自从我从北京回到农村 就经常有这种感觉 一丢熟悉的味道总能唤醒我小时候的回忆 有一种硬盘删掉的东西被找回的感觉 后来我明白了 嗅觉大概充当了我人生的定制书签 所以我也能经常顺着这个书签 翻阅到我之前的美好回忆 这家伙长牙似的 怎么这么快 哎呦跟个小巨尺一样 老二跟老四打起来了 转牙出来就会打架了 还咬我 现在眼睛能看清了吧 老大又在跟老三打 老三在背打 你个头最大 起步个头最小的 其实这是他们的本性 你看小的现在在后面又在咬它 太搞笑了 暂时我发现这个老大是最强势的狗 谁他都要去打两下 这不刚刚打完老三又在打老四 马达 给你闻一下 认识一下老四 我最后决定还是留这个老四陪这个糯米 我本来不想留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糯米以后可能都不会再生了 这么多年 偶尔生一次感觉是个意外 留这个最后生的老四也算是一个留念吧 今天刚好说下领养的事情吧 现在手里这个老二呢 也是被我们本地的一个人定好了 到时候他会过来切 所以现在呢 只剩老大还有老三可以选 这其中呢只能二选一 因为还有个朋友说他随机要一只 所以挑完了一只 另一只就是那位朋友的 一会儿我把领养规则贴到屏幕上 觉得合适的可以联系我 这个老大暂时是比较强势的 估计以后长大了比较难管 这个呢就是老三 他一出生的时候个头就比较小 现在也没追上其他的 但是我感觉他是属于比较聪明的那种 长得也算是比较有特色吧 头上的两边黑的看着有点像边木 他的背上也有两个点 特别有辨识度 他们最近已经从那个老窝里面出来了 在我家里走来走去 不过现在看上去跟喝醉了一样 莫宝在这里偷看他们 应该过不了几天 他们就能跑了吧 老大走出来了 越来越像糯米了这个灰色 这个老大跟糯米长得应该是最像的 包括前面两个爪子都是白色的 糯米胸前也是白的 找到糯米喝奶 我家月宾又出差去了 本来这个时候应该睡到家里的 这大中午的他有什么要忙的呀 他在门蹲在那块阴影处稍微逗留了一下 环顾了一下四周还是走了 估计傍晚才会回家 这次莫宝没有跟他一起去 今天待在家里陪妈妈 今天我大妈突然给一只鸡给我妈 说是被黄鼠狼咬死了 反正他也不吃 懒得弄 最后说给我家的狗吃 就把那个鸡弄给糯米吃了 他非要叼出来吃 在碗里不吃 刚开始把那个鸡拿在手上的时候 把他吓到 他还以为是自己做错事了 本来是光明正大的给他吃的 现在你看他吃出了一种偷感 今天又带我出来玩了 好像是要下雨 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 这两家伙 这个是萨摩叶的后代 好想跟着我们 他好喜欢马达那两家伙 咱们对马达有特别的感情 马达又跑到湖里面喝水去了 踩一脚的红泥吧 后面刚刚一个好大的鱼 回去吧下雨了 回去大孩子 马达 回去回去 鱼越来越大了 对了 过来 走走 雨太大了 感觉会越下越大 天都暗了 走 回去了 给他晒跑 晒跑 跑不过狗 妈咪 你真厉害 你还会等我 今天的云特别奇怪 都大晚上了 还有那么一大朵白云 月饼 刚刚回家 又打了个远光灯 嘿嘿 沫沫好像准备拉屎迎接他 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么亮的月亮 好多年 都可以 哦 哦 我没见过